然而一旁的母亲不仅不阻止 还反而帮助儿子 还不乖乖地照做啊 信不信我一句话让你临家破产 最后小胖子看到他不听自己的 于是把他书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在地上 怎么还想打我呀 把你的脚拿开 我拿开了 我又踩上来了 我又拿开了 我又踩上来了 真好玩 你鼓励不要太过分了 最后小胖子为了继续让小男孩出城 竟然让自家司机把书包里的东西都丢到垃圾桶 就在危机关头 小男孩的爸爸敢来了 月儿 没事吧 看到爸爸来了后 小男孩总算鼓起勇气去教训小胖子 不得儿 反了你了 干带我儿子 这时女儿也向爸爸告状 以前就是这个小胖子经常欺负他和哥哥 有一次哥哥为了保护我 还被他们拉到厕所里去 哪只女人叫得自己老公是校长 竟然嚣张地说道 信不信我让你和你的冰毁妹妹毁出去小子 敢打我 我让你们全都没准让 年年想上学 这样以后才能保护妈妈 不被欺负 听到这话爸爸马上说以后 家里只要有自己在 就没有人敢欺负他们 客户 今日你自断双手 饶饮气